速冻饺子也能煎得比店里更好吃 当然可以 关键是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 欢迎来到喝水洋洋实验室 咱们这就开始 饺子从冰箱里取出来 直接煎 不要解冻 取至24厘米厚的不沾锅 不必预热 倒入25克植物油 把饺子整齐的平铺在锅底 中高火加热 等到饺子底部开始滋滋作响 在锅里加入大约50克水 盖上锅盖 继续中高火加热并开始计时 锅里加水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防止锅底温度过高 导致饺子里面还没有熟 底部已经焦掉 二来 水蒸汽可以把饺子上部蒸熟 半煎半蒸 可以缩软烹调时间 玻璃锅盖可以让操作更容易 你可以直接观察锅里的状况 不必频繁掀开锅盖 感觉锅里的水即将烧干的时候 可以掀开锅盖加一层水 最理想的结果是 6分钟后水正好烧干 掀开锅盖 继续加热1分钟 然后检查一下饺子底部 如果已经煎出脆 马上取出装盘 饺子的酱汁可以提前配好 我用的配方非常简单 20克酱油加上5克芝麻油 最后撒上少许七味辣椒粉 味道好得不得了 煎好的饺子一定要趁热快点吃 尝一尝 是不是比店里的更好吃呢 谢谢观看 我们下周再见